好,水果董委員 好 自己問一下,沒注意看 主席各位同仁 次長、署長、各位官員大家好 大家好齁 我請王署長 好,署長 署長 各位好 520 到現在 519好了,剩下10天 那現在網路上要串聯 就是說 希望越多人來參加總統就職大點越好 那這些人當然他們是 主張不暴力、不流血、不衝突 但是我怕 人真的很多人進來的話 說實在到時候真的會亂成一團 那 那您現在啊 整個警政署 有沒有做一個沙盤推移 可能最多會有多少人 因為目前 台北市警察局已經核准了 在5月19號是 有 民進黨中央黨部 申請的是1萬人 那5月20號是台灣團結聯盟 蕭先生申請的是10萬人 那都是遊行活動 那個只是 透過整個合法程序申請 我是講說網路號召這些 那很難估計 到時候人數一多的話 那恐怕 恐怕 場面如果失控的話 對,因為對於 根據過去我們在台北市的 這個集會遊行的狀況 確實跟這個 申請人數有的時候是 相差很多的 因為這次我看到很多團體 不只是一般政治上 比較有興趣或狂者 不要講狂者 就是說比較 喜歡參與集會遊行 包括相關的一些產業 不滿的 所以你看 連前幾天那個遠東集團 他們不滿政府的措施都說 大家員工上街頭啊 政經公司要上街頭啊 換句話說到時候恐怕有很多 沒有申請的 要上來了 農舌雜儲 那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個團隊 那如果說你這個 維護過當 那個執法過嚴的話 又很容易造成衝突 在舊子大臨這麼重一個時間啊 如果說造成衝突那真的很難看 2008年陳雲林來那一次 我們先回想起來啊 你看我們動員的大概 幾千人有啦 我還記得啊 怕陳雲林被丟到雞蛋 然後整個啊 用到防彈網什麼事啊 啊所以防護的滴水不漏 可是你現在想想想 經過這幾年啊 陳雲林只是他們一個 當時的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應該海協 海協會的會長 現在他們很多的省的省長都來了 也不會怎麼樣啊 那你非常險 當時那個防衛的情形 那現在省長來 大家也沒有什麼意見 那不是很奇怪嗎 換句話說當時的防衛 防護上是不是 有操作過當 然後造成不必要衝突 還記得 還記得嗎 那時候 蔡統統要到精華酒店去 然後因為這樣 真實上也受了一點傷 還當中要求 王兆軍要下台 有沒有 那當然不是講你 他要王兆軍下台 對啦 蔡統統講是王兆軍下台 對啦 他講我 講我 我聽著王兆軍啊 那我還講王兆軍下台 我就跟著下台了 那不可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回想起來啦 四年多前 大家覺得搞得緊張兮兮的 回想起來好像 好像事實也不用如此 而且現在啊 兩岸這個交流 又很頻繁 那些高官來得太多啦 那人家每天要這樣動員 所以我希望喔 就是恐怕 怎麼講 這個氣氛不要搞得太僵 如果不會影響到整個舊子大典的秩序 影響到整個氛圍 我是希望說喔 那些啊 就是說 應該要設立一個怎麼講 一個底線啊 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的底線 我就問你好了 像台北市議員 他們慶祝好幾天了嘛 對不對 除了在那天衝撞總統府五月一號 我們當時有給他做一個警告之外 其他都沒有啊 那個也是在違法邊論 或是托法行為嘛 如果以後再像這個越弄越大 那到底警方的執法依據這樣 是不是因為我們這個集合法要修改啊 反正剛好是一個灰色地帶 所以我們就不來執勤 是不是這樣子呢 也不是 因為現在事實上這幾年來 我們警察處理這些劇動活動 都還是以柔性為主了 另外就是說處理劇動活動 也不是關我們 呃 警察決定了怎麼做就怎麼做 因為有的時候 像在地方來講也要 呃 像地方的警察局長 他也要請 請示他的這個縣市長 說我們警察局這樣做 是不是妥當 當然 我們是希望能夠依法來 呃 執行 嚴任執法 但是有時候 呃 實際的狀況或者是 換句話說 五一九五二零當天 應該是台北市警局 為主題是 呃 呃 台北市警察局負責執行啊 但是我們呃 警政署 當然我們要負責整個慶典的 呃 安全維護 好吧 因為這裡面除了幾個活動以外 另外 還是有很多外國的這個國兵啊 包括總統總理啊這些啊 他們來到我們中華民國訪問 他們的安全 其實啊 維護也是我們的責任 其實真的要騷擾的方式太多了啦 讓了這個 進市區外面 不斷給你按喇叭 或是放沖天炮啊 沖天炮之類的 其實要干擾的方式太多了啦 防不勝防啦 我想 除了說真的會造成 所謂那個 嚴重影響 程序 典禮的進行之外 應該 應該 稍微 稍微寬一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避免造成重大衝突 好 謝謝 謝謝